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夏天感冒 沒有咳嗽 就可以喝冰水 對不對 請舉牌 我知道中藝一定覺得不對的 為什麼西藝也不對 又沒有喉嚨痛 又沒有咳嗽 因為今天陳醫師講的 我都覺得很有道理 他該不會是你的偶像吧 大家要簽名 沒有好 回歸正傳 我覺得可以用一篇語學論文來做討論 有一篇文章他去研究說 氣喘的小朋友 讓他們去喝冰水跟熱水的差別 哪一個症狀比較容易嚴重 比較容易發作 後來發現因為你喝冰水之後 我們食道跟氣管是不是很接近 那你冰水刺激到 經過食道刺激到氣管的血液循環 他可能循環會比較差 加上熱脹冷縮 所以他的肺功能是相對比較差的 所以他們這個研究的結果 就是喝冰水的小朋友 氣轉的症狀比較嚴重 那如果我們從這裡得到結論 我們就可以回推嘛 那其實 都已經感冒了 對啊 你就盡量要避免喝冰水 去刺激你的呼吸道 對啊 所以我認同中醫 好痛苦喔 可是夏天那麼熱 不喝冰水怎麼受得了 中醫受得了 中醫是真的不喝冰水 對啊 去我整間看後面都放保溫瓶啊 我現在真的 真的 所以你也不吃冰 我幾乎不吃冰 非常非常少 大概一兩個月一次而已 哇賽 然後到現在都還是喝熱水 那西醫有辦法嗎 我也很少吃冰 一個月大概吃一次 但是一次吃一個月 哎呀哪會開玩笑什麼 哎呀好幽默的意思 欸可是我真的不吃冰 真的很痛苦 我也受不了 你也受不了對不對 好難喔 但感冒還是不要啦 盡量減少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好 雨潔說 多喝水再吃冰 應該不會怎樣吧 多喝水再吃冰 可不可以 哎呀又翻白眼了喔 他說多喝水 他的意思是說 先喝溫水 然後再吃冰 先不管 這樣會不會比較不會 第一個這樣下去 如果喝完溫水馬上吃冰 一定會肚子痛 溫差反而過大 對溫差大反而肚子痛 那第二個是 現在大家講說 那吃冰了再喝熱水 那時候寒氣可以把它逼走 那其實寒氣跟熱氣 它會跑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對因為熱往上跑 寒的往下跑 所以熱是往頭頂竄 對 然後寒冷是往下竄 對火性炎上 所以你熱的地方往上跑 冰的地方往下跑 再加上你又不喜歡運動的人 那整個寒熱更不平衡 更分開了 對所以現在很多人 冬天怕冷夏天怕熱 就是這個原因 對到夏天開始吃冰了 然後又不運動 那我問陳醫師 如果我真的硬要吃冰 我把冰含在嘴巴裡 讓它融化再吞下去 這樣可以嗎 其實那個寒氣一樣 進到嘴巴 就進到皮裡面去了 沒有 所以我要講 麻煩耶 如果真的要吃冰了 你就開心的吃 但不要吃太多 不要太密集的吃 開心的吃 然後再來去運動 你要解掉寒氣 唯一的方法就是運動 運動 不然就喝薑茶 就這些方法 了解 所以吃完冰再喝薑茶 也會肚子痛 也會肚子痛 沒有 其實運動是最好的方法 真的 所以很多人會來到中醫就是說 外國人都愛喝冰的啊 對 我做完 生完小孩馬上喝冰水 為什麼他們沒事 外國人都這樣的 而且他們也不做育子啊 也沒事 對 他們都不做育子 因為他們喜歡曬太陽 喜歡運動啊 我們都沒有啊 對耶 有道理 過個馬路還要撐個陽傘 怕太陽是怕成這個樣子 對 有道理耶 對啊 所以他們喜歡跑步嘛 每天一定要去跑步 一定要曬太陽 他們喝冰的傷害就比較少 對 所以你要吃冰 你還是要運動 然後多喝水 好不好 調養 身體還是要靠調養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易軒說 其實 吹冷 所以其實吹冷氣適宜的溫度 降溫比電風扇值吹好嗎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開24度 但不要吹電風扇 是不是比較好 不行 這樣不環保 對 浪費電 你知道多一度電 多多少錢嗎 我是認為啦 我們剛剛有講啊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溫度太高會熱 你加電風扇但不要對著自己吹 你對著冷氣吹 讓它循環 對 讓整體的溫度下降 這樣是最好的 又環保 還有現在很多人喜歡 尤其老輩的 要離開這個房間 就把這個冷氣關掉 然後出去 然後再進來再開 真的 侯姓藝人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他要進 譬如說我在房間 他在客廳 他就把我房間關起來 像假耗電 他去開客廳 但是我要講的是 因為現在都是變頻冷氣 它要恆溫 其實恆溫比較省電 因為它溫度波動太大 反而比較耗電 反而耗電對不對 對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不要為了這樣 感覺比較省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但是電風扇不要對著自己吹 對 不要對著自己吹 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好 接下來請問 夏天喝薑茶 感冒會更嚴重 對不對 請取牌 偷看一下他吹 偷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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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偷看是直接這樣 對啊 偷看一下 很期待的眼神 可是 可是你自己是中醫師 對 你都叫人家喝薑茶了 你舉中間 所以我要講就是 大部分的感冒 風寒感冒 喝薑茶大部分都可以解開 對 但強調是風寒 但夏天很容易是風熱感冒 所以人家有吹到熱風 熱風關到身體裡面去 那你呈現出來的症狀 就是有點怕熱 對 很容易微微出汗 對 喉嚨痛 然後咳嗽有痰 鼻涕都比較黃一點點 那這時候喝薑茶 有可能會火上加油 對 因為搞不好你買到老薑 或那個薑 對 比較溫脾胃一點 搞不好買到老薑 老薑跟嫩薑分不出來 因為到這個時間出來的薑 大概偏中薑偏老了 所以它比較溫脾胃 那那個熱的東西 跑到體內去 反而又火上加油 對 熱上更熱 發炎就變得更厲害 對 那如果說你是像 吹到冷風引起的感冒 覺得有點胃寒 對 那咳嗽聲音很緊 鼻涕很輕 這種你喝點薑茶 就解開就比較好 就可以的 所以薑茶還是要看情況喝 對 唯一一種就是風熱的時候不要喝 對 真的 講得好好喔 我們有一個粉粉也講得好好 他說 伊莉說女神好美 謝謝 謝謝伊莉 你一定不會感冒的 身體會眷顧你 對 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聽到一個聲音說 那風熱要喝什麼 哦 風熱喝冰水啊 不是 那我不會打 不是啊 那我們那些輕風熱的東西像薄荷 薄荷 是你說一般的那個薄荷葉的那種薄荷茶嗎 就像如果家裡有陽台 中一盆薄荷就很好用 那摘個幾頁然後泡個茶 對 對這樣就好啦 那就可以解風熱嘛 然後再嚴重一點 像現在有魚腥草 對有時候市場會賣那種新鮮魚腥草 可是魚腥草是不是不能喝太多 不能太多 因為它比較 比較涼一點嘛 比較涼 對啊所以當你出現有熱痰 熱咳嗽的時候 可以用魚腥草來解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知道魚腥草嗎 因為呢我老公啊 侯姓藝人 以前很愛喝魚腥草茶 他說魚腥草可以殺菌 是不是 所以他只要有感冒的感覺 他就是陽台 我們家陽台 種滿魚腥草 我們家陽台 對 這麼大喔 小小的陽台 這樣來的幾隻嗎 對 然後呢 他只要一有感冒症狀 趕快抓一把魚腥草 然後泡熱水 然後直接這樣喝 他覺得可以對喉嚨舒緩 這樣是對的嗎 因為那一類的東西 以中醫來講 中醫來講叫清熱解毒 對 那清熱解毒其實有一點消炎的意思 在裡面 但是並不是你所有的症狀都是發炎引起的啊 對啊 結果你知道嗎 他反而喝太多 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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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話那個 你知道 人在很 沒有元氣 沒有元氣的時候 你的那個講話出來的那個 散發出來的語氣 口氣都不是太好 不好聞 好不好 所以也不能喝太多 對 質量啦 好 接下來請問 喝運動飲料 可以截緩夏天感冒的症狀 對不對 請舉牌 這醫師又猶豫了喔 好 我們先問一下張醫師 為什麼可以喝運動飲料 因為光補充水分 其實就會讓你的症狀緩解 對 水分 可是一般市售運動飲料都很甜 甜 那其實你也是需要一點基本的熱量 對 所以我認為他那個甜度跟熱量 並不會讓你過度 你又可以補充點水分 然後又有一點電解質 所以我認為是 是對 是可以OK的 OK 但是要不要大量 那可能還可以討論 喔 了解 但適度補充是一定沒問題 適度補充OK 好 陳醫師 對 我記錄80%是認同 對 還有百分比就對了 對 我認同的部分跟張醫師講一模一樣 對 但是有一個淡數就是 有些人看到這個就會說 那我就不看醫生 我就直接喝這個就好了 喔 對 以為喝運動飲料就會全好 其實也不會 對 沒錯 它是幫助你好比較快 對 那第二個是有些糖分比較高 有可能會生糖 對 所以你如果已經咳嗽有些糖的話 那不要喝太甜 就不能喝太甜 稀釋一下 稀釋 了解 對 因為以前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因為小孩子他都會說 你可以給他喝一點運動飲料 然後稀釋過 所以這樣是有幫助的 有 有助於感冒減緩 對 我看到一題還不錯耶 這題我覺得可以講一下 唉唷 所以鳳說 風熱可以吃西瓜吧 西瓜屬良性 風熱應該是可以的 是不是 如果是風熱已經有感冒症狀出來 比較不適合 有感冒症狀就不行 夏天 你搞不清楚是感冒還是中暑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渴很熱 一直流汗 有點頭暈 可以吃一點試試看 因為西瓜以中醫來講 叫天生白虎湯 唉唷 什麼叫白虎 沒有毛 青龍白 不是啦 我們在健康節目耶 還沒誰要點 Sorry Sorry 我怕觀眾以為啦 不是 白虎湯就是比較滅火的意思 它比較清涼滅火的一種藥 對 了解 所以吃西瓜它可以幫你降火氣 那如果我吃比較白 就是不要那麼紅 不要那麼甜的地方 比較白那邊可以嗎 會不會更好 更好 你看我幫你 好棒耶 因為西瓜除了肉好吃以外 它那個白色的地方 它包括外面那一層綠色的 最外面那一層綠色薄薄那一層 那個叫脆衣 西瓜脆衣 它可以拿來比較強的清熱解毒以外 據傳它有一些降壓的作用 降壓 對所以有些你到夏天 對 面紅耳吃 然後血壓很高的時候 用那個一點點去煮水的話 對 你可以把熱退掉壓力 血壓會降比較快一點 真的喔 所以你看西瓜不僅可以吃 那個把外面的皮削掉 去煮水喝 還可以對身體有幫助 不過那個是用在說 你真的也沒有其他地方 沒有東西可以用啦 不然現在要降血壓的東西太多了 太多了齁 我這樣聽完害怕一件事情欸 怎麼了 你會不會哪一天回去你家的陽台都是西瓜 種西瓜 我覺得不可能性 因為我老公很喜歡吃蝦 他曾經跟我說我的陽台想要養蝦 我怕是不是有毛病 還可以釣蝦欸 對啊 那你喜歡吃牛排 還是不是要養頭牛在家的呢 Oh my god 不要好不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張醫師 如果喝一些運動飲料 是不是可以減緩頭痛 或者是預防感冒 我是舉X啦 喔 為何 有兩個問題啊 對 第一個緩解 我們就回到剛剛的問題 應該是可以 因為你補充水分嘛 緩解頭痛可以嗎 你補充水分嘛 促進循環嘛 但是能不能預防感冒 我覺得要舉X啦 那不是說這個東西不好 而是它沒有那麼的神效 如果真的那麼神效的話 那診所啊 醫院啊 應該藥全部都下架 都上架 運動飲料 也對喔 對啊 我的觀點是這樣 喔 了解 好 所以 你自己要選擇性的喝啦 它只能舒緩 但是不能治癒好不好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用溫毛巾敷額頭 可以改善夏天的頭痛 對不對 請舉牌 溫毛巾欸 一般不是都用冰毛巾 冰毛巾是因為發燒 對對對 兩位都舉中間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想啊 其實它這一題 我覺得用溫毛巾是可以 尤其對於那種進出冷氣房 外面熱熱的 然後進到冷氣房裡面 整個頭痛起來那一種 對 但是我覺得不是敷額頭 而是敷你的後頸部 敷頸部 對 敷對地方 敷不對地方 好像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講風寒從膀胱進來嘛 對 那最容易受到風寒 是在我們後頭部頸部這個地方 所以敷這個地方 應該可以把風寒解開 你頭痛就會比較好 所以是要敷肩頸 那可是也是一樣用溫水嗎 用溫水 對 用溫水 用溫水有用嗎 對 因為用溫水 你毛巾網才會開啊 還是會用很燙的 如果要用你老公 可能用燙一點 哈哈哈哈 又可能要燙一點 那我想請問一下陳醫師 如果夏天啊 如果覺得有感冒症狀 我可不可以就是用刮沙啊 去讓它減緩感冒的症狀 沒有 刮沙還是針對重死 或是熱衰竭這種熱道的 才會有效 所以熱感冒不能不適用嗎 不適用 真的喔 因為熱感冒已經眼鏡到 有感冒的症狀的時候 還是要照感冒的方式來處理 對 就不是光開一條鞋 開一條路給血氣出去 這麼簡單 了解 所以刮沙還是適合熱衰竭啦 哈哈哈哈 初期的頭痛 初期的頭痛 初期的頭痛是可以的 對 可以 所以你那個熱剛悶到的時候 你趕快開一條路給它出去 大概就沒事 如果已經又往裡面跑了 真的還是要照正統的方式來處理 了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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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